He 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 井旁餐廳 怎麽叫井旁呢? 不關我的事 你看我的樣子 我改名一定不改這些 我改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 或者是服侍者聯盟 怎麽叫井旁呢? 多謝這班女生 我班公主 井旁兩個字 撒瑪利亞婦人 耶穌基督的地方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撒瑪利亞這個地方不是 一個猶太教的會堂 即是在 他傳統宗教的地方裏面 把真正的福音宣揚出去 而第一個知道耶穌真是基督 耶穌真是降身的尼賽亞 甚至他是上帝的兒子 原來是一個撒瑪利亞婦人 他不是猶太人 他就是外邦人 第二件事 他是一個不設合 不是一個宗教裏面 教育的地方裏面 他是遇見了這個尼賽亞 還有知道了耶穌是基督 他是上帝的兒子 在一個不適合的地方 他就遇見他 第三件事 很有趣的 不是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去找他 是耶穌基督特意經過撒瑪利亞 這個地方 在井那裏等這個婦人 洗走他的門頭 這個很帥的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千萬不要想那些天主教的壁畫 整個白粉佬 那些很恐怖 不要想那一隻的耶穌基督很奇怪 耶穌基督是一個木匠 木匠我獨木 三十多歲 猶太人 猶太男子 劉迪胡蘇應該挺有型的 應該挺有型的 所以我喜歡 PASSION OF CHRIST 的MAL GIBSON 他扮耶穌 我覺得這樣才像樣 不是那些奇怪怪的耶穌 你想想那些人走過海邊 你看到比德一個漁夫 在織網的時候 在跟他說 Follow me 你覺得比德會不會去追蹤他呢 大哥 我覺得他應該有型的 有型和有 authority 他說Follow me 然後比德會扔下網去跟他 如果不是真的 好像葉劉淑儀那樣 在做什麼的時候 他是不是跟著他呢 在這裏面 就知道 他的樣子一定是很漂亮 第二件事 遇見另外一個 在井旁遇見誰 耶穌遇見薩瑪利亞夫人 我第二個問題就是 薩瑪利亞夫人會不會是美女 我這些人很Ibor man 你看我就知道 我一點都不熟悉 Ibor man 他會不會是不漂亮的女生 如果是不漂亮的女生 為什麼會有五個老公 五個老公有很多可圈可見的想法 要麼他就是一個超級光珠燈 連死五件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會率比較低 你真的可以駕五件 死五件的話 你真的很厲害 你可能是一個黑木櫃 你可能是一個黑木櫃 所以我覺得他們五個裡面 可能在盯緊一件 不過四件上載 他可以這樣換老公 換老公 論老公都換老公 換老公 換到第六個的時候 他不結婚 已經不結婚了 完全不去結婚 跟第六個在一起 第六個又肯啃這塊豬頭骨 你想想如果他真的很好看 豬頭骨的話 我覺得這五件和第六件排隊 那些 我想不會很有興趣 所以我可以假設他的 其實樣子都可以的 第二件事 你知道他和蘇基督對答的時候 大家看聖經都知道 其實他是很聰明 他懂得對答 還有他最厲害的事 有實學彼智 他可以挑戰一個猶太人 可以嗎 敬拜上帝 應該在這裏 還是元老薩蘭 不知道 我知道你是先知 然後還可以說很多話 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是一個有知識 又聰明又美女 很需要愛情的女士 如果不是 為何會換第五件和第六件 聰明美女 但是他在愛情裡很需要 最有趣的事 你會發現 耶穌基督跟婦人聊天的時候 就有一些很有趣的對話 在裡面 就是他們兩個在說 聖旁拿水 給我喝水 吹水 吹吹吹吹水的時候 就開始說 你如果知道我是誰 你會求我給你 那女人問 你求我給你 你連打水的那些桶都沒有 井由心 你怎麼給我 然後反過來說 然後他說 你如果知道我 怎麼可以給你生命的水 在裡面就可以有傳言 從說水 變成另外一種不知什麼水 不知什麼水 說一說不知什麼水的時候 反過來那女生 又繼續跟她說一些奇怪的水 求你給我這個水 讓我不用來打 所以這些位置 從那些水 變成那些水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她說什麼水 但是這個水 去到某位的時候 其實 對於有兩個 有神學底子的人士 在溝通的時候 反過來 你就當成兩個和尚 一個和尚和一個師姑 在說一些佛計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暗示在裡面 那個暗示就是什麼 暗示就是這個女士 為什麼來這個井旁拿水 這個女士來井旁拿水的時候 在證悟的時候 就是因為她所需要的愛情 帶給她的一種的恥辱 一種罪的恥辱 你知道嗎? 她有很多老公 她在很多老公的市集裡 其他女生在打水的時候 就要說八婆 八婆說得多的時候 她經常說這個女人 太多男人 就覺得她們很不道德 所以她就避了那些八婆的時候 就在很曬太陽的時候 一個人去打水 因為那些女人不在那裡 所以她去拿這個水 但是又要逃避人的時候 這個水本身就是 她所渴望的東西 她要解渴的東西 就等於她的愛情 加上一種東西 就是她的羞恥 她的恥辱 她的罪 所以其實她的愛情本身 也是她的恥辱 成為這個薩瑪利的苦 但是耶稣很大膽 一個英俊走到一個美女身邊 渴求愛情的女生 知道嗎? 接著她就說 我可以給這個水 然後還說 在你裡面可以 好像傳言一樣 你永遠都不會再渴 如果她們真的談到物件的時候 其實挺浪漫的 會不會想到這樣 很浪漫的 人們都說 這些叫生命的水 愛情不是生命 難道上帝不是給我們真正的愛情的水 她真的從此不會再渴望 為了這種愛情 為甚麼? 因為到最後 她一知道她是尼賽亞 尼賽亞的接納 我和我聊天之後 她放下了水 走去說 這個會是尼賽亞 她把我以前的事 全部都說出來 那些人聽到這種事 我都吃開花心 我都上來看看 是否耶稣 是否基督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她得到這一種 上帝的接納和肯定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的愛情 她已經不是很需要的 Anyway 回到剛才那位 所以她說 請你給我這個水 的時候 耶稣說 好啊我給你 然後就說 可以 你要我永恆愛情的水 帥哥 給他 很浪漫 然後耶稣就說一句 叫你老公來 這一下就殺了風景了 一個英俊說 我可以給愛情永恆的水 給你的時候 叫你老公來的時候 那你第一個回答 是很合理的 你的回答就是 什麼 立刻脫下戒指 就說 我沒有老公的 是一個單身的人 但是耶稣 那一下 什麼事發生 一個英俊 一個美女 好學求愛情 你可以Satisfy我 到最後 你願意Satisfy我 叫我老公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我單身 那大家知道 什麼事 耶稣當然也知道 什麼事 耶稣有沒有羞辱他 說 你這個 說謊的人 不是 你都說得很準確 一笑自知 你都說得很準確 因為跟你在一起 我不是你老公 是你的男朋友 還沒結婚 之前五個結婚 但是耶稣笑著 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一瞬間 反過來看見 你是一個猶太人 來到薩瑪利亞 這個地方 你沒理由知道 我這些背後的東西 除非他是先知 先知 看《哥倫多前書》 先知的恩賜 你知道是 來講出人的秘密事 對不對 所以當時他就知道 你一定是先知 耶稣 接著他挑戰 耶稣的時候 想推開他 就開始跟他討論宗教 你們啊 說在耶路撒冷 那裡敬拜的 我們說在這個山上 耶稣就說 兩樣都不是 從此以後 你用心靈和誠實 敬拜上下 這件事是很殺石的 為什麼 因為對一個 有罪的人 你先知 你先知 又知道我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你知道我罪的時候 竟然你還叫我心靈和誠實 敬拜上帝 不要了吧 你應該叫我 在宗教和禮儀上 敬拜上帝 算了吧 還要心靈和誠實 這件事太恐怖了 因為自己的心靈 本身是充滿了這些 罪和義務在裡面 到最後 耶稣告訴你 我就是誰的時候 尼采加就是第一次彰顯給他 井旁的地方 就是一個 好像是愛情故事的地方裡面 也是一個不怕 不怕和人談戀愛的上帝 一個不怕和人談戀愛的上帝 直接給他的愛情 給他的時候 他的生命從此就改變了 改變最奇妙的一刻 就是這個婦人 我說不需要 小心點用詞 這個婦人是沒有說 我認識了耶稣之後 令到我的罪的問題悔改了 我現在是一個好人 你看耶稣多厲害 我才去宣揚耶稣基督福音 不是 他直接是用他自己的罪 自殺色 炸彈襲擊 這樣跟全世界說 你看看這個會不會是基督 他把我以前的壞東西 全部養出來 哇 那些花生有 你知道的了 一直在看的時候 你幹嘛自爆 你這麼不要面 給整個社會 大家都知道你做過那些事情 但你為什麼要這樣 原來 耶稣基督福音 是不是需要人的包裝 和掩飾 是不是需要等待著 我們有什麼奇妙的改變 之類的東西 才能夠成在他的福音 原來不是 耶稣基督福音 可以直接用人的規決 規決和負面的位置 坦蕩蕩地拿出來 這就是我的福音 你自己來看 那些人就是因為他 因為花生的原因 就去了看耶稣基督之後 然後他首先承認了 因為你的說話 我也想看看他是不是來塞下 然後自己接觸了耶稣之後 就說現在我相信因為來塞下自己 就不再因為你了 有兩段的東西 所以聽了姐妹是不是 每次都需要用染色和包裝 才可以把福音拿給別人 還是可以好像耶稣基督 和薩瑪利夫人那樣死井 這樣坦蕩蕩地把自己的生命 拿給別人看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阿尼克 知道阿尼克嗎? 沒有手沒有腳 那個阿尼克 他經常說自己有隻雞腿 一隻腳 喏 他是沒有手的人 沒有手的人可不可以擁抱別人? 不可以 但是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可以擁抱每一個人的靈魂的人 每一個抱著阿尼克的人 你看到他一定會有同感 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他可憐? 想清楚了 不是因為他可憐 是因為他的確有一個靈魂的能力 是確實地可以擁抱每一個人的靈魂 擁抱人的靈魂 是有兩隻手的人都做不到的 是嗎? 你可以怎樣用兩隻手去擁抱一個人 但是你能否擁抱也能進去他的靈魂裡面 阿尼克做到了 因為他沒有兩隻手 所以做到了 而我們呢 有兩隻手的人 永遠都不能夠擁抱 在人的靈魂裡面 如果你問 有沒有證據? 我就問問 如果你拍拖 你之前那個前度 或者現在現度的男友 女友 他擁抱你的時候 能否抱到進去你的靈魂裡面 你舉手 我很想認識一下 你的拍拖 如果不行的話 你會知道我說什麼 我不是說這些究竟要怎樣 只不過是 你不要小看每一個人自己的靈魂的能力 當你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之後 阿尼克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上帝與他同在 至於有上帝與他同在的時候 在一起就是很簡單的 無論你的說話也好 你的Presence也好 你每一個行為也好 都可以超越你自己的身體 這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耶穌基督的福音 不是叫你妥協於你眼前所見的東西 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叫你的生命遠 與祂給你的信心 然後拉在一起 因為上帝是自己的Promise的緣故 所以我們就建了這個餐廳的原因 就是我偶爾也會有機會上台說這些 多謝各位 好,大家繼續玩吧 不要逼迫 2,000年以後 Jesus Christ took our place and for every sin that you and I have committed or will ever commit He bore it at the tree and He was punished so that we will not be punished He was condemned so that we will never be condemned He took our place so that we will take His place He became sin that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No one No one zupełnie 經驗 精た